哈利利亚,奉着书圣明 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读圣经 哈利利亚, im Namen Jesu setzen wir unseren Gottesdienst, unsere Anbetung fort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是一个查经的讲道 那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十二 Lasst uns nun lesen, Zachariah Kapitel 12 早家利亚书十二章从这里开始 就是第二个所谓的负担 中文翻成末世 Kapitel 12, hier ist die zweite last, von der gesprochen wird 第二个这个负担就是讲到末世正教会 出来之后的情况 und die zweite last, die können wir beziehen auf die gemeinde der endzeit, wie es ihr ergeht 那所以这个跟启示录是连在一起来讲的 deswegen können wir dieses Kapitel 12 in verbindung mit Offenbarung zusammen lesen 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 社章已经讲过一次了 那 letzte Woche haben wir Kapitel 12 schon einmal angesprochen 那社章开始一个很特征的 就是第一节所讲的 神的创造 und ganz besonders in Kapitel 12 ist in Vers 1, die Schöpfung 那之后呢,第二节 dann schließend geht es weiter in Vers 2 第二节就是 第十二章的一个 讲什么时候 in Kapitel 12, Vers 2 da geht es um den Zeitpunkt 然后呢,什么地方 und welcher Ort und was Gott tun wird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wo geschieht all das 就是耶路撒冷 in Jerusalem 发生什么事呢 was wird geschehen 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困 困的时候 wir bis zum Schluss lesen wenn耶路撒冷 belagert wird 所以耶路撒冷 被困困的时候 das ist also die Zeit siehe wenn耶路撒冷 belagert wird 那这个时候呢 神要使 向 四位列国 的名 要让 让这个耶路撒冷 成为 令他们 昏睡的被 这是神的作为 das ist das was Gott tut 向谁呢 wem gegenüber 向 四位列国的名 wem gegenüber wird 耶路撒冷 zum 塔mel belagert zugerichtet für alle 细 rings um her 好 那 接下来 在第十二章 里面 有 六个 那日 und dann folgt zur selben Zeit oder zu der Zeit sechsmal kommt das 第三节 说那日 Vers 3 zur selben Zeit 第六节 那日 第四节 Vers 4 zu der Zeit 第六节 那日 Vers 6 zu der Zeit 第八节 那日 Vers 8 zu der Zeit 第九节 那日 Vers 9 zu der Zeit 第十一节 那日 Vers 11 zu der Zeit 哪一日呢 zu welcher Zeit 就是 耶路撒冷 被围困 的时候 wenn 耶路撒冷 belagert wird 那 那 我们来看 直接 我们就来看 起司律 第20章 Les wir weiter in Offenbarung Kapitel 20 这一节 跟刚刚 我们念的 那一节 是相对应的 Offenbarung Kapitel 20 dieser Vers reflektiert eigentlich Sachaia Kapitel 12 Vers 2 我们看 第七节 二十章 七节 Offenbarung Kapitel 20 Vers 7 一开始 就讲 七千年 完了 und wenn die tausend Jahre vollendet sind 这个时候 撒旦 从 煎 脑 当中 被放 出来 wird der Satan losgelassen werden aus seinem Gefängnis Vers 8 他一出来 就迷惑 地上 四方 的 列国 所以 这个 也是 列国 四方 的 列国 用代表 就是 哥哥 马 哥 叫他们 聚集 征战 und sie zum kampf zu versammeln 所以 这是 最后 的 一个 大 战 他们 的人数 多如 海沙 就是说 没有办法 数了 你到处 都是 第九节 他们 上来了 然后呢 遍 满了 全地 如果你有点 我们都没有打仗过 如果你有当过兵 那假 就是 演习 就是 假装战争 的时候 我认为 我们少人 曾经在 战争 或 曾经在 兵战争 teilgenommen 战争 正常的战争 一定有一个 前线 有一个 front 有一个 und im klassischen Krieg gibt es eine front 一定 有的 一直到 现在 世界各地 的战争 还是 一样的 und auch heutzutage wenn man Kriege führt gibt es meistens eine front 但是 这场 战争 是 遍地 不是 到处都是 第九节 他们上来 遍满了全地 然后呢 为住 圣徒的 银和 门爱的城 所以 圣徒的 银和 门爱的城 被困难 被谁困难 从四方的 列国 被迷惑的 四方列国 来的 谁迷惑他们呢 在这里 是讲 撒旦 在这里 是 撒旦 那撒旦从哪里来 从监牢来 从监牢来 他在监牢里面 待了一千年 那最后 在这里 打仗了 那一打呢 当然 第九节 他们上来 撇满了全地 那这些圣徒的 银和门爱城 被围住了 对当时 对古时候的 战争来讲的话 flying 就是 打仗的 那两边 两个军队在打 到最后如果这个营被人家围困了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打不赢了 那最后的城呢 到最后一般打仗都是到教外去打 打打打打输的就跑到城 那到最后你的城被包围住了 也就是说没有还没输 但是是到最后的保守的 最后的留下来的营跟城 那那个敌人当然就骗全世界 骗全地到处都有营都有城 因为这个敌人是四方列国 到处都是 最后是很紧张的时候 那结果呢 才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他准备他们 就是火壶出现 然后魔鬼被放进去 其实在火壶里面老早就有在等待他的了 谁呢 就是在第十节后面说 就是受和假限之所在的地方 当然在起书里面这是十九章的事情 那我们看撒加利亚书 第四章这是到末世的一个意愿 这个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 就是等于摩斯的圣徒的淫和门爱的城被困的时候 为我们来讲 这个是预言 还没有到 如果这个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无论谁 我们都会很高兴 会所谓的喜相逢 很高兴的会再碰在一起 然后我们会很快乐 以前死的信徒也都会复活 那我们这还活着的 我们就会变化 也是说这个是世界最后的一个争战 那这个不是什么原子弹 或是什么都不是 不是人间的争战 那这个争战是什么战呢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六章 16章的第十二节 16章十二节这是最后有七个完 那这个已经离末是很近了 那这个在起书里面 七晚是吹第七号之后 第七号吹了 然后之后 号一直在吹 第七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第七号在正吹的时候就开就有七个完 那这七个完到了第六完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是这个是世界的末了 最后一个号 那在这个时候有完呢 第七就结束了 在第六个的时候 就会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 那个完呢 倒在波拉大河的水上面 那然后呢 那个各地就开始要争战了 那我们看到两个军队出来 第一个就是 从日出之地 那个 所来的重网 其实呢这个日出之地 来的重网就是 那个 属神的 然后呢 已经是完备的信徒了 因为在起书里面 我们信徒有三个身份 之后每个人都要成为王 你不当王的话 会很 就是没有办法 那个 度过 没有办法 那每个人都是祭司 每个人都是要成为宪治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 这个是到第六 完呢 这已经快 世界快 末了 不是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 还在努力 那这个他们 这个出来要争战了 定备道路 那第十三节 另外 这就是 我们看二十章所讲的 就是 三个误会的灵 这就是 我又看见 三个误会的灵 那他们像什么呢 像青蛙 如果你想到青蛙 如果漫画的人 已经青蛙都大水吧 那两个眼睛 差不多是这样子 所以小孩子唱歌 也要唱嘛 一只青蛙 一张嘴 两个什么 叫起来很大声 我能够想象的 我半夜被吵醒的 有一次 很特别的 是在那个 菲律宾的 马斯林干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到半夜 那教会的旁边 那是一个训练中心 是甘蔗 种甘蔗的 然后有一些水 到半夜 我被吵醒了 那是从来没听过的 那是一个声音 我以为 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的习惯 如果半夜被吵醒了 我已经抱着 那个枕头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坏人 要打死 因为我可以 因为我被吵醒了 如果有人被吵醒了 如果有人被吵醒了 我被吵醒了 我被吵醒了 这么大声 很多 我以为有什么暴动 我认为有什么暴动 是有火热的 人长这种警察 没有材料 因为我进行 我无论 什么都没有 慢慢的开开 快跑 然后我就慢慢的再出去 都没有什么 当然就是青蛙 我小时候的乡下 哪里有 后来才知道那个青蛙 青蛙如果很大很老 那个声音 老早 我们那个时候老早 这些青蛙都不见了 怎么会 那个青蛙在叫都是很小声的 这个误会的灵 好像什么呢 好像青蛙 青蛙一般都是比较好印象的 青蛙王子 但是这个跟青蛙王子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里是圣经末世的 污秽的灵 像青蛙 接下来它所象征的是什么呢 你看都是嘴巴 是从龙的嘴巴口 瘦的嘴巴 并假限制的嘴巴出来 墨士 你会看到 这个人类也这样 越来 这个嘴巴越厉害 那这个 什么嘴巴呢 龙 瘦 假限制 这三个误会的灵 从其数来看的话 龙的口 龙就是撒旦 魔鬼 就是骨蛇 其实是看不见的 不是用诺记可以看得见的 但是它是最后的 在掌管这个污秽世界的 最后的灵 那那个兽呢 如果你看十三章 瘦就是在世上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是属性的 这是属性的 这是属性的 就是以保护来讲的话 你就是在哥林多 那个前书第二章 第六节 在这里就是 在这里有两种 在这里讲 如果要讲的话 有三种 其实是可以分两个就好了 第一个是 世上的智慧 这个世上的智慧呢 接下来说 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坏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所以这个世上有权有位 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他们是属于世上的智慧 如果从丹尼书来看的话 也就是世上这种 要败坏的 那个有权有位 要败坏的人的 这个智慧 他们是瘦 这个在启示物里面 这个瘦很有能力的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从海中来 另外一个是假先知 这个假先知其实也是瘦 其实他们只是 那个好像有羔羊 就是有两个脚 好像羊羔 就是看起来不会伤人 并且还是很温柔 有羊羔 就是有主耶稣的样子的 其实他们的嘴巴就是 以在起书来讲 传异端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 有三个嘴巴 一个是从思想的 整个人类的 文化文明的 这个趋向 这整个世界对神的 旨意来讲的话 这个在起书里面 所讲就好像 龙 吐口水出来 你看那个起书十二章 第十五节 违害那个教会 最严重的就是这个 就是十二章十五节 大龙就是那 魔鬼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它不是迷一个人 是全世界性的 所以你会看这个世界 这整个几十年来 整个的那个道德 整个的思考方式 都好像一个潮流 你没有这样 好像你就是 很奇怪的人 二十几年前 我就这么说了 我们的小孩 以后会很辛苦 但是他们也会很健康 但是他们也会很坦强 但是他们也可能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均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龙 那个骨舌一直在吐水 有个不卫生 但是这就是世界所享受的 这变成河 所以末世有两条河 你一直要祷告 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生命水的河 另外一个呢 你进入到世界被世界影响 说世界很多这样想 全世界都这样做 你也跟他们一样 那你就进入到龙的口水河里面 这个是 可能在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还两边 这边不错那边也还OK 但是到最后呢 其实这个战争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呢 我们来看 这魔鬼的这个工作是三方向的 那 sehen wir 这个是从思想的 从哲思的 哲学思考 然后人文的 这就是从龙 那是从龙 从蛇 从蛇 他不是说 要革命 要把神打倒 神让他是神啊 但是呢 你会 哎呀好厉害 便如神 你要来决定你自己啊 你要做自己的主啊 你可以知道 善乐便如神 知道 这是人文的思考方式 那其实这个 这种的思考 不是很新鲜啊 这种思考 这种思考 不是很新鲜啊 这是老早就有 最古老的笑话就有了嘛 那接下来呢 就是龙 那个瘦的口 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 13章这个瘦 这个它本来受伤了 就是会死掉的 哇 又上来了 那这个瘦就是 很厉害的 我们来看 第13章第5节 他嘴巴厉害 第5节 又赐给他说 夸大亵渎的话 又有权 并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 四十个月 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给他 那就是神容许他的 第6节 章就开口 向神说 谢度的话 而是 祝福神的名字 并且他的 藏目 以及那些 住在天上的人 和那些 祝福神的名字 和那些 祝福神的名字 还有那些 住在天上的人 就是属神的人 属真教会的人 那这个 宋 他 怎么都不怕 能讲出来的话 就讲了 那接下来是 假先知的口 这个就是 3章第11节 这个呢 就是 当然就是 传假道的 所以 世界到最后 末了的时候 不只是龙工作 受假先知 他们最厉害的工作 不是他的手 不是他的脚 或是有什么 特别的 那个 功夫 手脚的功夫 这不是 手脚的功夫 这不是 手脚的功夫 或者是 打死的功夫 中国还有一种 功夫叫 铁头功 他的头很 用头 就可以把 别人打死 那些人打死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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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末世的迷惑都是从话语来的 好了他们做什么呢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你看那个第十四节 十六章十四节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这里你可以看到两种王 一个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众王 这是第七章那些被印尔的人 这是他们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 他们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的 也就是属灵的王 已经在属灵的属灵的属灵上 已经是成为 就是不会被打败的了 另外一个呢 是普天下众王 就是第十四节 他们也不会再被你 这个时候也不会说 你跟他传福音 他就会相信 会投降 这些普天下众王呢 被迷惑了 他们来了 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神全能者的大日 全能的神 这个词是在旧位里面的 这个词在新约里面 除了起书之外 没有出现 没有被使徒 没有被他们写过 这个词在新约里面 除了起书之外 没有出现 没有被使徒 没有被他们写过 14章一开始就说 主的日子临近了 14章一开始就说 主的日子临近了 所以你看 撒基地书十二章 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那最后呢是 主的日子了 这个世界就结束了 那最后的日子要征战了 那真正在哪里 那真正在哪里 这些有穿衣服的人讲的啦 zu denen die Kleider anhaben 你说看啊 我来像这一样啊 这主耶稣常常在喊这个的啦 耶稣来像这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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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这一样啊 那警醒看守衣服 免得次生恶行 教人看见他修持的有福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最后的大战啦 因为这是第六碗啦 这是第六碗啦 第七碗倒下来 大声音从电的宝座中出来说 成啦 这就是发生了之后呢 und nachdem es geschehen ist 接下来就 这个时候 第七号还在吹啦 七号就吹到底啦 und dann wie gesagt die siebte posauna ist ja noch am blasen und dann kommt auch das zum Ende 那这个 最后大战 und der letzte große Kampf 神大日的 最后的大战 am Tag des Herrn der große Kampf 在哪里呢 wo findet er statt 十六节 Vers 16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 聚集在一处 und er versammelte sie an einem Ort 那叫做 希伯来话 叫做 Hamming Jitodun der heißt auf Hebräisch Hamageddon Hamming Jitodun 在哪里呢 und wo ist jetzt dieses Hamageddon 那我们又看 回来 这个 这个 サジャリア书 lesen wir in Zacharia サジャリア书 这里说 那个 第六个 那日 十一节 十二章 十一节 Kapitel 12 Vers 11 da sehen wir das sechste mal zu der Zeit 那日 耶路撒冷 必有 大大的悲哀 如 敏 其多 平年之 哈达 林们 的悲哀 So der Zeit wird große Klage sein in Jerusalem wie die um 哈达 Rimon in der Ebene von Megiddo war 其实 米吉多 就是 这个什么 米吉多 在这种 跟哈 哈 是那个 罐词 哈 米吉多 顿 米吉多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冰冠 是 这个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 那个 常常有什么 哈密吉多 大战 心计大战 那个 讲这些 如果从起书来看的话 最后最后的 最后集中点在哪里 最后的大战 这就是二十章 我们刚刚念过的 这是二十章 我们刚刚念过的 就是圣徒的 银跟门爱的城 这个还没有 没有被 被消灭掉 这是圣徒的银跟门爱 没有被消灭 但是 一千年结束 魔鬼出来了 他迷惑了 全世界的 完全被他迷惑 世界只有两种人 两个王 他们都是很坚定的 他们 你王的话 就是不会改变了 好 这个被三个嘴巴 所迷惑 所有的众人都 围着门爱的城 那个 信徒的银 你可知道 圣徒的银跟门爱的城 的一面人是多坚强 如果你是在城外的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就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11章在这个时候呢 那个 看异象的约翰成为 异象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 这个 教会 就是救恩到末了的时候 我们从这里可以 到十一章 到十 到十一章的那个 十五节 就是吹第七号的时候 在十一章的时候 已经进入到四十二个月了 要进入到四十二个月 sind wir in den 42 Monaten 42个月我们刚刚看过的 就是 兽可以任意做的时候 在十一章的 在这个时候呢 开始有一个 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 十一章第一节 有一段位置 是给我当作凉度的杖 我们人最不要人家 批评或是讲 我们 我们很喜欢 如果人们被评认 我们不合规定 我们就说 那这不合格 但我们就不合格 讲我 我们就说 什么想到我 更严重 说 得救不得救 叛神 其实圣经已经讲了 你要该怎么做得救 不怎么救 不得救 很清楚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墙标准 有一个墙标减 要量什么呢 然后它会认识 我们如果把这个当成 就是 所谓的 以色列 那个立位人 用旧言啦 立位人 他们活动的地方 如果我们这个当成 就是 这就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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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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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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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这是圣殿 und in Jerusalem gibt es 那圣殿的 这里呢 und um 这个是 大的 那个 圣殿区 那 我们 然后 然后 我们 然后 我们 我们 以色列人 可以进到这里来 那是 以色列人 可以进到这里来 那是 利位人 可以进来 那是 我们可以进来 那这里呢 只有 那个什么 那个 记者 才可以进来 und 在这里告诉我们 要 要量 这个 圣殿 并且这里面 有一个 坛 香坛 然后 有一个 座礼拜的人 然后 那你 在这个 之外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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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外的 全都 交给 外邦人 他们会 践踏 也就是说 你 你不成为 祭师 你不在 这个 Holy 这里 你一定 死掉的 所以 如果你是 以色列人 wenn du ein 以色列人 活不了 那 那是 你一位 人 活不了 到最后 会活的 只是在 那个 里面的 那个 记事 怎么成为 记事 起书 第一章 第六节 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 耶稣的 宝血 洗进你 你就 有这个 成为 祭师 再看 第五章 第九节 十节 也是 耶稣的 宝血 然后呢 把我们 洗净了 第十节 我们就 做 祭师 所以 做 祭师 就是 你穿着 耶稣的 宝血 的 衣服 然后呢 在 神的 面前 侍奉他 不要把他想说 祭师就是 传道 或是 长老 或是 父子 都不是 不是的 耶稣的 宝血 是不是在你 还是在你身上 就像耶稣所 所讲的 看啊 我来了 好像怎么样 你摸摸看 还有没有衣服 你的衣服就是 耶稣 宝血的 这个白衣 你是不是还在 侍奉神 如果是的话 你就是这个祭祀 所以到世界 最末了 最末了 的时候 不管世界怎么变 不管龙 兽 贾先知 怎么样 吐水 不管他们嘴 讲些什么 亵渎 或是 不合真理的 异端 你一定 是胜过 所以到最后 我们来看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第十一节 Kapitel 19 Vers 11 耶稣 骑着白马 und 耶稣 sitzt auf einem weißen Pferd 第十四节 这些天上的 重军 骑着白马 他们 身穿着 细毛的 白衣 又白又几 跟着耶稣 und sie folgen 耶稣 und sind siegreich 所以 当 耶稣 被 围困 的时候 deswegen als wenn als Jerusalem belagert wurde 这 记得在 撒 迦 里亚 12 章 在 启示录 就是 圣徒 的 已经 被围困 的时候 我们 可能 会 等到 这个时候 或是 我们 等不到 那个时候 或者 vielleicht auch nicht 但是 不管 怎么样 我们 就是 往着 成为 祭司 的 这个 方向 这个 步骤 这个 目标 灵修 做成功 我们 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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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力